关于原子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激光 激光当然是重要性 我们没办法说 现在我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 这也叫激光 这实际上LED 这固体叫 都非常非常普遍了 而且打印机 我们这些东西 哪件事跟激光连不上 是吧 那么这件事情 最早发现的时候 不是那个laser 是miser 是微波激光 实际上是微波激光 那么这些激光 它可以有固体的 红保质激光 液体的 还有气体的 还有半导体的 像这种都是半导体 这种LED 对吧 激光 那你这个也可以是连续的 也可以脉冲发射的 都可以有的 功率有很高的 可以功率很高 脉冲式的功率很高 短暂的 但是这连续的话 它不一定很高 对不对 激光你知道 激光这个 激光功率提高的话 这是很要命的 你们听说过这个武器 对不对 不过我今天准备了一个 一个激光 我们二氧化碳激光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没时间下堂课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直接就可以把子点着的 这样 那么波长可以就是可见光 红外 紫外 都可以有 现在还有X射线激光 X射线这激光更厉害了 因为X射线本身光子的能量 HNU NU是X射线 所以能量本身很大 你把它做成激光 不是能量更大吗 对不对 所以X射线激光 现在也是有的 那么激光这个原理 实际上是 很早的时候 爱因斯坦就发现了 17年发现 可是过了大概50年以后 我们才制造出第一个激光 我们先看一看 当然这跟辐射的特性有关系 我们知道有一种叫自发辐射 我们知道的 对吧 我们光学的时候前面简单讲过 就是你如果在高能级上 它向低能级一跃迁 你就发收电磁波 那么它从高能级 向低能级这种跃迁 跃迁的概率 是跟你高能级上占据的粒子数 乘正比的 前面这个系数 就是跟这个系统有关系的 对吧 能级跃迁的概率 这个实际上是速率 对不对 单位时间里边有多少略前下来 就是这种 还有一种是受机辐射 我们也讲过 对吧 假如说你过来一个光子 能量刚好是和这个能级差 是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把它扰动出来 另一个光子和这个入射过来光子是一模一样的 能量一样 偏正方向一样 传播方向一样 对吧 这叫受机辐射 对吧 那么受机辐射 它的这个 这个速率呢 是和这个 也是和这上边能级上粒子数 乘正比的 它是这样 还有一种呢 你这个 除了向下跃迁 还可以有从下往上跃迁 从下往上跃迁 是专门是吸收的 对不对 你吸收这样的光子 那你当然是从下 下能级跃迁到上能级 对吧 就这样 那这个跃迁过程 这个跃迁的速率 跟下边能级上的粒子数目 是真正比的 平衡态 辐射处于平衡态的时候 很明显就会得到这个势子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个系统 是处于辐射平衡的 那么当然是吸收的 单位时间里边 吸收的那些光 等于发射出来的光 这不就才平衡吗 是不是 吸收的等于发射出来的 两种发射方式 一个是自发发射的 一个是受机发射的 当然他们俩要一样 这是平衡的 对不对 爱因斯坦做了什么工作呢 17年的时候 他发现了 这些东西 这些辐射 他们之间这个系数 有这么关系 就是受机辐射和 受机辐射和吸收 受机吸收 这两个系数 是一样的 爱因斯坦发现 另外自发辐射 这个越前这个系数 跟这些受机辐射 这个系数之间 也是一个关系 这可以什么 他都可以给出来 完全给出来 就是他可以计算出来 爱因斯坦做了这件事情 他俩是一样的 现在如果你想有一个激光产生的话 你就要这个系统有一个光的净输出 对吧 你想净输出的话 很显然就是在这里面要求什么呢 你发出去的光 净输出就要去 激光当然是受机辐射的结果 收机辐射的这些光值 要多于被那些原子吸收的那些原子 对不对 那才有净的输出啊 对吧 可是你在刚才我们说了 你收机辐射的那个这个 这个速率呢 是正比于N2 这个是正比于N1 对吧 两个系数 爱因斯坦证明是一样的 所以你想有净输出的话 就要求N2要大于N1 意思是说高能态上的那个粒子数 要比低能态上的粒子数要多 对吧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根据平衡统计啊 平衡设平衡的这样统计的时候 原子这种东西 当然这时候是 这个温度也不是很低的时候啊 它们之间又不是 波斯安斯坦凝聚啊 什么没发生 温度不太低的时候 这个原子当然 就可以把它当成经典的地方 所以呢 它满足这个 波尔之曼统计 按照波尔之曼统计 这是波尔之曼因子 能量越高 粒子数越少 对不对 是指数衰减的 你现在要求 上边的粒子数 要比下边的能级上 粒子数高 这当然平衡态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必须是非平衡态才行 那什么样的非平衡态 才能实现这样的东西呢 原子系统里面 它们找到了 找到的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氦奶激光器 氦奶气体激光器 当然还有固体激光器 其他的这些激光器原理 跟这是差不多的 我在这里边呢 把氦奶气气体激光器 给大家举个例子而已 氦奶气激光器是什么呢 氦气和奶气 就是按照某一种比例 混在这个一个 封闭的这个一个管子里边 它是封闭在里边的 然后你拿那个 加上电压 加上电压里边 电子就会跑出来 电子在这个跑出来 电子在这个电压下加速 加速的电子不是有能量吗 它就会击打这些气体原子 就跟这个咱们管灯一样的 咱们管灯不是那个电子跑出来 打击打那个荧光吗 对不对 现在这个呢 击打那些气体 气体的话呢 氦和奶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它们有两个能级啊 很很相像 氦原子有一个两个激发态 奶原子有两个激发态 它这两个能级很接近 就很接近了 这个 很接近呢 就容易出现什么现象呢 就所谓共振转移能量 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电子啊 碰到氦原子以后啊 把氦原子从激发态 激发到高激发态了吗 激发态这个氦原子 而且这两个能级啊 不仅相像 而且它们还具有什么特点呢 是亚稳态 它们是亚稳态 亚稳态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来说 你跑到某一个高能级上的话 这个能级 很快这个能量就越前下来 发出光子 很快越前下来 可是有些能级呢 很快它可以稳定在那 待一段时间 亚稳态 现在电子把它碰撞到 跑到这来以后呢 它不是亚稳态吗 它稳定一会儿 稳定这个过程中 它还跟那个其他亚 这个 奶原子碰撞 奶原子一碰撞 碰到说 它们俩不是能量一样吗 能量一样的话 它就把 很容易把自己的这部分能量 传给奶原子 奶原子从激态 激发到这来了 自己呢 回到激态 然后传过来了 这也是你亚稳态 所以它要待一阵 这个也是同样的 其他这些东西呢 其他这些态上呢 也有电子碰撞了什么之类的 不是上去吗 可是这样上去以后 这些东西 它不是亚稳态 对不对 这很快就会 它怎么样 很快就跃迁下来 所以这个态上和这个态上 粒子数是很少的 相反 这两个态呢 因为亚稳态 它可以待一阵时间 所以这样 那个奶原子呢 处在这个态的奶原子 就比处在这下面 这个态的数目呀 就多了 这不就变成了 粒子数反转了吗 就是高能态上的粒子数目 比低能态上的粒子数目多了 这不是粒子数反转了吗 粒子数目反转了 你就可以有望实现 这个受机辐射 对不对 因为这上面 因为这个时候 粒子数目反转以后 受机辐射的 复发出来的光子 比你吸收上去的光子要多 那不就有净输出就出来了吗 但是这样还不能变成激光 还需要一个光学携震枪 光学携震枪是这样造的 就两个这个 这个里边呢 就装着刚才那氦奶气体在这里边 当然你要加上电压 然后电子在这里面 不断刺激它 然后这个氦原子呢 就是又不断碰撞 把使得这个奶原子出现这个 粒子数反转 高能态上的粒子 比低能上的粒子多一些 这样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两边啊 加上这个反射镜 这个反射镜是全反射镜 这个反射镜呢 是部分反射镜 然后呢 你在这里边不是有 受激辐射 受激辐射的意思是 一个光 一个光子过来 跑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粒子树这儿来 跑到这个奶原子了 奶原子从高能级 像低年级一月前 受激辐射 出来两个光子 一样的光子 两个一样的光子 又打到另一个 另一样各一个 又打到其他的原子 又出来两个 这不是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这样一下放大起来了 是不是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这两边又加了 一个布鲁斯特窗 记得布鲁斯特角吧 两个窗户 这个角度刚好是 这么过来的话呢 是刚好是那个布鲁斯特角 透过布鲁斯特角以后 光不是变成部分偏正光吗 现在它在这里面来回反射 不是等于是好几层了吗 好几层不就是 最后变成天正光了吗 对不对 其他方向的呢 其他方向的呢 就跑了对不对 还没来得及放大就跑了 只有这个方向呢 然后只有沿着布鲁斯特窗 跟布鲁斯特那个偏正 符合的那些光怎么样呢 才能活着对不对 来回不断的这个反射 反射过程中 要不断的这个 有受激辐射 然后就放大了 光越来越强 强到一定程度 从这透射出去 就变成激光了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激光我们说了 你不是有这个 时间相干性特别好吗 激光的那个宽度 是非常窄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知道 你这里边不是原子发光吗 原子发光的宽度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怎么变成激光以后 就比这个窄了呢 为什么窄了呢 这道理是这样 你本身是不可能变窄的 但是你这里边不是加了两个镜子吗 它这里边来回反射 你想想来回反射的意思 这不就是注波的意思吗 光电磁波在这两边形成了一个注波 那这个注波的波长应该等于多少呢 和这个长度A 然后整数倍的才能活着 对不对 只有满足这个注波条件的那个波长才能存活 不满足注波条件的都不能活下来 假如说你现在你这个光的这个宽度啊 刚好你这调整A 使得在这宽度中间 只有一个波长是可以存活的 就某一个N呢 刚好对准它 那这个注波 当然你这个波长是只有某个波才能生存 所以这个很窄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又使得它变成选坪的作用 所以这个光级学生墙又选坪作用 又有放大作用 这样的话呢 激光就出现了就是又强又窄 对不对 然后又是偏正的 对不对 这样的激光就出来了 激光的应用 当然大家都不用说了 现在实际上 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说这是用这个铜线做的电缆 你用一根光纤 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全部包在里边了 这当然我们这个是这个高坤的 这个诺贝尔奖的工作 高坤预言说那个光纤可以做来 用来做那个铜线 对不对 一根就可以代替这么多的电缆 当然这是很先进的 对吧 另外你可以查很多 现在激光用手 做手术啊什么的 无创手术啊 这些东西都很多的 你只要感兴趣 你在网上百度一下 或者Google一下 都可以查到 对吧 你在wiki上查 百度一下都可以查到 所以这部分呢 就是激光 好 讲到激光呢 我们有两个演示试验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啊 那么它这个频段是这个红外的 红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 这个激光的这个发射情况 你看这个是气体的这个 斜阵枪 然后发射出来的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中间你是看不见光的 因为它是红外的嘛 是吧 你看不到光 实际上是 你在这里边放这些纸的话 你看不见光 是不是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打开以后呢 我把纸放在这的话呢 就会看到 我不知道那个同 那边同学能看见了 这是 反过来 我把这个撞过来 这实际上是在这个 二氧化碳激光系照射下 它这个是 这点着了是吧 实际上是 所以你可能想这个激光 要是功率大的话 它这个破坏作用 这么小这个破坏作用 如果是大到一定程度的话 高功率的话 它的破坏程度应该是多大 所以你想可能是 很容易想到这个激光武器啊 这种自备 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个方向 但是可能激光啊 在这个强激光 在气体当中传播的时候 它这个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 但是如果你用于外太空的话 当然 那个那个 外太空因为没有大气层 所以它这个吸收就比较弱一些 所以很有可能在外太空发展 这个激光武器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到 前一阵 我不知道多久了 不是很远的时候 就是 咱们国家的一个 这个卫星上 不知道谁拿个激光 美国卫星上照了一下的 但是那个卫星的那个激光 当然是很普通的 就是激光就照一下 没有什么功率的 然后美国人就很恼好 就就就就问你们 是不是中国在发展激光武器 照我们这个干什么 不过我跟你们说一个细节 你应该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美国人也是很烈的 是吧 你照他一下 他就知道了 你这个没有什么功率的 所以在这方面一个 还有一个激光器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固体激光器 那么固体激光器呢 它发出来的这个激光频率呢 大概在 红外左右 但这是脉冲式的 你能看见它一闪一闪的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 放到这儿 你看一下 激光是从这儿照出来 你看一下这个纸上的这个颜色 能看见吗 我不知道 你能看见一闪光一闪光 是不是 闪出来的种子 它是 有点像白色一样 或者是这种 是不是 它没有蓝 没有绿色的 可是这个中间呢 我割了一个这个晶片 这个晶片呢 是非线性晶片 激光通过这个 非线性晶片以后呢 因为这个激光很强啊 它就会非线性效应 它就会出现 背频现象 于是打出来的 这激光是 绿色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 打出来的呢 这里面没有绿色的 没有一点绿色的 它大概是这个 江江这红外附近的那一个 那现在打到外面呢 就变成绿色的了 就有背频的这个效果 前一阵子这个 凡是这个 绿色的激光 都是通过这种 背频出来的 现在我想 可能其他的 像我们上课用的 这个Poynter 可能指的 也可能是这种技术 我不敢肯定 所以这是关于激光的 演示实验 这种技术 有关于激光的 区域